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 教育部早前一决 所有学校将继续维持居家学习到下个月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跟得上在线学习的脚步 在玻璃市巴东雾沙 就有一群国小教师 为了不让缺乏电子和网络设备的学生落在后头 风雨不改地在居家学习期间 为学生充当作业派送员 坚持利得数人的使命 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受影响 疫情推动教育变革 但资源不等 恐怕会让居家线上学习 对部分学生造成数码鸿沟 无法获得公平的学习机会 为了确保缺乏电子设备或网络的学生停课不停学 弟弟丁一国小的这群教师不辞劳苦 身体力行 挨家挨富为多位弱势学生送作业 除了亲自把作业送到学生手上 弟弟丁一国小的辅导老师洛哈纳 也不忘叮嚀学生 别忘了温喜功课 作为学校作业派送小组的领队 若哈纳坦言 一些缺乏电子设备的学生 都是使用父母的手机居家学习 难免会因为设备不足而缺课 老师能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 尽量协助调队的学生 祝他们一臂之力 事实上 这已经是校方第二度采取 掩护为学生送上居家课程作业的措施 目前学校将全力协助高年段的学生 确保他们的学习进度不受停课令影响 校方在关注学生的课业进度之余 也不忘关心贫困学生是否三餐温饱 学校透过网上重募的善款 为143个来自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学生 送上食物栏 在疫情下献温情